湖州市南巡区潘家庄路上有一个新大和瑞府小区 开发商是湖州新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李先生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 花了100多万 房子是去年10月份交付的 今年他对房子进行了装修 这段时间正打算入住 不巧 遇到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中秋节当天那不是因为有台风 是因为台风影响 整个我们地下室你们都可以看看 这些到处都是水质 9月17号吧 到现在为止是三天有的地面 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话可能是经过开发商 或者是物流处理过的一些事情 但是目前这些水质啊 以及顶楼那个主体面上 还有墙角到处都能看到低的水质的 李先生带记者来到了小区地下车库的副一层 可以看到地面上有不少水迹 有些墙面上有明显的漏水痕迹 墙皮也泡开了 李先生提供了视频 说是在地下车库的一处储藏室拍的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外面像刷那个防水涂料 我现在就是说我是怀疑他的他的房屋存在质量安全 地下车库啊 副一业主所说的这个漏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区是新小区 可能有一些施工工艺或者是对接过程当中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有些深入点呢 我们也去现场查看了 确确实实是有这个问题 那么出现问题嘛 我们也再去处理 包括开发商现在已经绝大多数都处理掉了 现在房屋那一块的话基本上是能解决的问题不大 现在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整个地下那个一层二层是我们这个房屋的主体 业主说有点担心这个漏水会不会影响到房屋的质量 这个不会的 地下室的水是它那个后面啊 市政管道往往那个堵了以后 然后水倒灌一顶 这个我们现在在全力都在搞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全部都可以解决的 明天后天应该会跟所有业主一起 就是相关的业主啊 开会交流一下的 李先生同意先沟通看看 1818黄金眼记者 胡州报道 刘短三 Superman 2022 郁女先生 do息子 稍以前看到一会担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